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50岁后还能做到这件事,说明你能活过80岁,1970年前出生的人都看看,很多人都发现,有的人老得特别快,明明才三四十岁的年纪,看起来却像是五六十岁一样。 而有的人却丝毫不嫌老,明明已经六七十岁了,却还是身体硬朗,健步如飞,看着像四十来岁的人一样。 其实,随时间老去的只是容颜,岁月的魔力只会让一个充满探索和创建的灵魂变得越来越丰满,动人。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艾伦朗格和他的学生做过一个时空胶囊的实验,实验发现衰老常常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。 只要相信自己不老,就真不会衰老,除非你真的觉得自己老了,放弃了年轻的念头,你的身体和思维就会向衰老靠拢。 经常有人说,我都三十几岁了,四十几岁了,我现在重新开始,已经来不及了。 其实,不管什么时候都来得及,在我看来,五十岁才是生命绽放的开始。 我在美国读心理学时,班里最大的同学已经七十多岁,毕业后, 找他寻求帮助的人还真不少。 艾伦朗格说,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注力的人,年龄从来不是问题。 无论你二十岁,三十岁或者六十岁,你都在体验当下,在自己的时间里加入生命的体验。 限制我们生命的从来就不是年龄本身,而是来源于自己思维和行为模式。 很多人过去几十年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争取别人的满意,证明给别人看,从而丢掉了自己。 很多人到晚年,后悔没做的事比后悔做错的事要多得多,遗憾的是光阴不再来。 所以,不管你多大年龄,过去发生了什么,错过了什么,失去了什么,做错了什么,只要你不放弃,坚持不断地探索和行动就会有路,就会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 生命是一条长路,在人生的路上,走多慢都不要紧,只要一路充满风采。 出生于1923年4月4日的Philis Seuss被称为92岁的小姑娘,她50岁开创自己的服装品牌,70岁称为作曲家,80岁学跳摊歌,85岁学瑜伽。 她在博客上写给年轻人的一句话,看看我,如果想说做什么事太晚了之类的话,请你再好好思考一下。 只要决定了,任何时候都不晚,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。 2013年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加拿大女作家爱丽斯伦罗告诉我们,真正的生活是从50岁开始,50岁之前只不过是为50,击备着她需要的能量。 不禁感叹,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,就已离去。 著名主持人奥普拉女士说,她36岁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真正的价值,企业家柳传志也是直到40岁才开始她自己的创业人生。 比尔乔治把领导力真正发挥到旺盛时期,界定在50岁左右,真正的人生并不是从生命诞生开始,而是从找到自己的那一刻开始。 怎么才能找到自己激发生命的能量? 就是当你清晰地知晓,你究竟是谁,你想要什么生活,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梦想。 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,有一个地方充满着完美的宁静。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旅途中,有一个地方,一切皆有可能。 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,有一个地方充满智慧,力量和爱。 通往这些地方的门,为每个人打开着。 如果每天有一段时间静下来,内观自心,去探索,去发现,去行动,去创建,就会发现属于你的这些地方。 一个人把时间,精力,金钱花在什么地方,决定了他的生命品质。 人生苦短,请不要牵自己一颗既简单又成熟的幸福心灵。 可以问问自己,这一生我真正想拥有的是什么? 真正想带走的是什么? 想留下的又是什么? 如果你想拥有的是智慧,力量和爱,想带走的是生命多彩的体验, 想留下的是启迪、激励和温暖,那你一定不妄度一生。 不管现在的你是多大的年纪,我相信,只有愿意改变并付诸行动,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。 当然,不晚的前提是要拥有健康的身体。 人过五十,如果还能做这三项运动,说明身体很健康。 一,深蹲。 不管是因为腰椎的正常老化,还是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, 很多人在年过五十岁之后就患上腰肩盘突出,腰椎骨质增生, 还会因为关节炎症造成关节疼痛。 在这些病症的影响下,一个看似简单的下蹲行为在这群人中间并不容易。 如果在步入五十岁之后依然可以下蹲,且没有疼痛感, 那么代表着身体还很健康,尤其是关节。 二,游泳。 五十岁之后很多人的身体机能开始下降,心肺功能也会随之下降, 而游泳可以调动全身的肌肉,还需要有强大的心肺呼吸能力。 如果这两者出现问题,游泳是较为困难的。 如果在五十岁之后依然可以游泳, 那么说明身体机能以及心肺功能是不错的。 三,慢跑。 上了年纪会出现关节以及骨骼的退行性变化, 会给慢跑增加困难。 而上了年纪之后,心肺呼吸功能也会下降, 跑步的时候会觉得呼吸困难。 如果在年过五十岁之后依然可以轻松自如慢跑, 那么代表着身体非常健康。 中老年人日常锻炼需注意。 运动有益身体健康,运动可以让身体保持年轻态, 可以锻炼到身体各个器官。 但是运动也讲究方式方法, 尤其是中老年人在进行日常锻炼的时候, 很多注意事项要了解。 运动量要适宜。 锻炼不可贪多, 在不同季节不同环境, 运动量要进行适当的调整。 总而言之, 运动应该要满足锻炼之后轻松、舒畅、 以无心计投昏反应为最佳。 锻炼环境要适宜。 根据不同情况需要选择不同的锻炼环境。 如果跑步, 最好选择专业的跑步场所。 好的环境不仅可以锻炼到身体, 还可以释放情绪。 锻炼形式要缓慢, 老年人切记剧烈运动。 不管是跑步、散步还是太极拳, 最好选择缓慢的锻炼方式, 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。 老年人锻炼要避开这些误区, 床越早越好。 虽然很多老人喜欢在早上锻炼, 但是如果起太早, 人体生物中没有调好, 反而会打乱生物结构, 而锻炼最好在太阳升起之后半个小时再外出。 空腹锻炼更有效。 在经过一夜对食物的消耗之后, 如果起床之后, 马上进行锻炼, 很容易因为机体热量不足, 导致大脑供穴不足, 会出现头晕, 心慌, 腿软等症状。 中老年人锻炼一定要选对时间, 不要太早, 在锻炼之前一定要进行热身运动, 在锻炼之后也要进行拉伸, 如此才可以对身体起到帮助作用。 信念的力量是很强的, 就像是新闻中报道过的, 一个很瘦弱的女人竟然能抬起一辆轿车, 原因是为了救自己的孩子, 她的信念使她的身体力量爆发了出来, 我们要相信自己还很年轻, 相信自己并没有老, 这样才能让身体更好地保持健康状态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,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,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